其實我覺得男生真的會騙人 因為我老公也是常常譬如說 因為我不喜歡他跟女生出去 所以他會跟別的女生出去之後 不告訴我 然後讓我找不到人 然後電話是收不到訊號的 然後常常都跟我說他在地下室 沒有 女生會比較多啊 這是最討厭的藉口 對啊 因為女生會比較多 真的啦 這樣的女生也會啊 對 有很多那些汽車旅館 他們是收不到訊號的 就不要在地下室 他沒有比照啊 當然 昌明哥是不可能去那種地方啦 下集是講離婚嘛 對不對 不可能啦 不可能 不可能 昌明哥對於要花錢的事情是不會做的 應該是那個女生的家收不到訊號 好 透天簿對不對 沈凍的 不錯 不錯 這樣懲罰嗎 有可能是新店安坑以代這樣 對 你們真的很有想像力耶 對啊 因為剛剛費丹妮說的是女生對不對 對 雷米呢 雷米有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念大學的時候那時候 高中有一些很要好的女生朋友啊 然後可能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我們法國人就是 很常會跟朋友約去喝杯咖啡啊 幹嘛 敬著面啊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都會跟我女朋友講說 我女朋友是台灣人 我都會跟他說 我什麼時候要跟誰出去 然後他只要聽到是女生朋友 他就會 為什麼又是女生朋友 然後我就 就朋友嘛 然後 他也不會說不能出去 然後 出去完了 回家之後他就說 你們聊了什麼 你們喝了什麼 你們去哪裡 然後幹嘛 為什麼拖那麼久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幹嘛 回家就一直問 一直問 喝咖啡本來就一兩個小時 不然是十分鐘的事嗎 喝咖啡會慢慢的嗎 然後我問我其他的男生朋友 他們也說 他們女生朋友會這樣 就覺得好像台灣的女生 比較會在意 自己的另一半 跟女生朋友出去 所以你覺得是只有台灣的女生 才會這麼在意嗎 他有講到一個Keyboard 台灣的女生 我們希望你以後走在路上 出入平安哦 沒有 超遠 因為法國女生不會這樣子啊 法國女生 那我們問一下 好 我們八位再舉一次牌 你們是覺得台灣的女生 比較會吃醋嗎 會吃醋的話 比較會的話請請確 也是一樣耶 只有杜力在游移 杜力在猶豫哦 想回家嗎 你在游移什麼 沒有 怕被打 沒有 沒有 我覺得台灣的女生很愛吃醋啊 但是黑人的女生也很愛吃醋耶 對耶 你有更愛吃醋嗎 只要女生都會啊 日本女生不愛吃醋嗎 沒有沒有 表達的方式不一樣 就是說 雖然日本的女生會吃醋 但是呢 日本的女生的話 處處生氣 就是說她是默默地講 就是安靜的 冷靜地講話 但是台灣的女生 一處處生氣 屁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什麼什麼 我生氣了 沒有 個性比較吃 我不會說 我沒有說不好 我覺得很 我覺得很好 但是就是 比較 表達的方式不太一樣啊 所以就是讓我們覺得 台灣的女生比較容易生氣 對 沒有不好 對 我也有什麼不好 杜力你說黑人的女生也容易吃醋 那你自己比較一下 黑人的女生比較會吃醋 還是台灣的女生比較會吃醋 我會覺得是黑人女生比較愛吃醋 哦 那個男生大概百分之八十二% 就是十二%就對了 是被灌在金魚裡面的 哇塞 對 對 所以就是找到一個好的黑人的男生 比較難 不容易 不容易找到的 所以他們一找到一個好的 他們就是要把他留下來 所以你的意思說 像你那麼好的 不多了 不多 哇塞 那你有碰過 你自己本身有交過黑人女朋友嗎 有 那你有沒有碰過他吃醋 你受不了的 沒有受不了的 但是我碰過很多高校的故事 那你講一下 分享一個 好 我就分享一個 就是我 有一次跟我弟 我們一起去 去交堂 然後我跟他 跟他女朋友 這個不是我女朋友 這是我弟的女朋友 那我們交堂完 之後我們就一起去吃飯 吃完飯我們就去加油 然後我們今天在那邊 在美國加油就是要自己加對不對 所以我弟開車 他下車去那邊加油 然後剛才有另外一台車 也要加油 是一個女生 他下台 下車 就開始跟我弟 弟聊天 然後我 我弟的女朋友就說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在跟我男朋友聊天 他說沒有 可能是在問路 或是迷路 是不是類的 然後就 他們就講一講啊 然後我弟就進去 付錢 然後他出來的時候 剛好那個女生要進去 然後又抓著我弟的手 這樣子 然後開始跟他聊天 不到一秒鐘 我記得女朋友 馬上把車門打開 去那邊 就拉著那個女生的頭髮 然後他 帥下去 哇 然後就說 你不要再看我女朋友 這是我的男生 你不要再看他 你不要再跟他講話 你不禮貌 然後馬上就回車 他說 你趕快 上車 就這樣子跟我弟講 然後就是乖乖的回去啊 上車 坐車 然後我們就走了 這樣子而已 誰還敢再去加油 這樣 這樣哪裡爆笑啊 聽完之後 你們都輸了吧 我覺得 我很好奇喔 你弟有跟他 有跟你說 他跟那個女生聊什麼嗎 他們就沒有講什麼 就是 他就是稍微打個招呼而已 然後就 因為 第一開的車比較好一點 他那時候開的是一個 一個Cadillac 他們新的一台車 然後就是那個女生 就是稍微跟他聊天一下 就是打個招呼啊 但是他可能沒有看到 我弟的女朋友在車上 對 後來他們有分手嗎 現在分手了 好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如果是其他的習男 碰到這樣的女生 你們會不會害怕 超害怕 超害怕的 但是我 你為什麼會怕 這個 這個非常好 就是代表這個女生很愛你 就是 會 又會保護你啊 害我 你不要用暴力啊 你不要用暴力啊 不用暴力啊 後來那個女的還活著嗎 他沒有 他沒有打他 但是抓著他的頭髮這樣子 然後把他摔下去 哇 好 更冷啊 那我想要請問其他的習男 有碰過你教台灣女朋友 然後台灣女朋友吃醋的故事嗎 我那個女朋友是蠻 激動派的 就是 我一回家就發現說 欸 他發現我跟別的女生就是有互動在 以前是那種通訊軟體這樣有互動 他就吃醋了 然後他吃醋之後呢 他就開始要就是上演一個那種自殺的戲嘛 對 那時候我們住在大概16樓左右這樣 他就故意去陽台這樣子 然後就說 你的互動到什麼程度 導致於他跟你說他要自殺 內容是什麼 內容超級無聊了 就只是說 嗨 你好 欸 你是KID嗎 就是 那時候我就是已經是在演藝圈工作了 所以他就 欸 在路上看到我 然後就後來就直接回家之後 用那個通訊軟體問我說 欸 你是不是KID我剛剛在那邊遇到你這樣 然後我說 喔 是啊 是我啊這樣子 就這樣 就真的就這樣 只有這樣 就只有這樣 他就說 你幹嘛要跟人家回這個東西 對 因為陌生人嘛 對 但是問題是 我們基於禮貌跟你知道 愛護粉絲的心態 對 就是想說 你們是 你是先看完他的照片才回的嗎 沒有沒有 那時候就是 這個就可以承認有啦 沒有沒有 因為我幾乎全部人都會回那個時候 那時候就是不管 就是我一會就是禮貌性回一下 結果他就看到這個時候 他就生氣了 然後就開始演一個 就是要跳樓的一個戲嘛這樣子 哇賽 然後他就是因為是那種比較極端 但是我知道說他是一個 非常愛自己的一個人 然後所以我相信他不會跳下去 只是 他必須要我給他面子 就說 欸 你不要 你不要 你真的不要 你不要這樣子我會很難過 我那麼愛你什麼的 他就 已經爬到一半了 就 就下來這樣子 偶像劇的心 就是 對 就是偶像劇的心嘛 可是下來的時候我就要 因為我已經太了解他的那個模式了 我就要狠狠的抱著他 就說好 不要再生氣了 不要再生氣了 我很愛你什麼什麼 他就來一個就是 直接就是 隨便抓那個旁邊那個掃把 只要一揮 因為他就是 因為他說我抱著他 他說我要 我要揍他還是幹嘛的這樣子 然後他說我對他很用力 所以他就這樣直接這樣一揮 我就是這樣 整個就是 爆開 他說 你活該 你活該 然後你就自己去看醫生 然後就自己一個人就是 就是騎摩托車 然後拿著衣服這樣 去 去那個急診這樣 真的還滿 還滿愛吃醋的 超火爆喔 那個女生 對啊 還有別的嗎 聽完這兩個暴力的故事 你們還有得講嗎 太激烈的人 太激烈的人 那些都算關心啦 都算吃醋 上菜喔 不去沒辦法比啊 就很一般的啦 聽輝瑩的好 不用講 對 你這是現學的 這還要我們講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女朋友超誇張 他除了這樣之外 就是比如說你只要 平常跟他吃 有吃醋的那種狀態喔 他就拿一盆水 然後跑到你電腦旁邊 然後 把你的電腦澆水 欸 可是 你知道我那時候我們就是 還要剪接影片 什麼檔案 什麼都在裡面 所以變成說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對 你到底哪裡哪來的吸引力啊 欸 我怎麼這麼愛你 你剛剛很多人想問他吧 欸 可是是真的就是那種熱愛 我們現在在聽又又班的 他吃什麼醋呢 沒有我覺得吃醋 都是因為你太愛那個男生了 因為我比較誇張 是因為我 會吃女生的醋 也會吃男生的醋 你有事嗎 男人的差別對待 要女人不吃醋也很難 我曾經有一任的男朋友啊 他對那個他們公司的員工啊 非常的好 而且都是尤其是 特別是女員工 有一次呢 就是 我的手機已經爛造 就像被卡車輾過一樣 他現在都不送我 他員工的那個電話 只是一點點不通而已 訊息不好 他就送手機給他 竟然送手機給他 你看 這樣子我們次數是有道理的吧